今天就在这儿啊 嗯 就是这 今天说 试试看就是 说我在成都的话 主要是没走到河路在这里 没拿着好大的事情的 你来做什么呢 现在成都跑这个 跑外面 现在跑了哈 跑了哈 跑了哈 拉了哈 后来有了多河路 那么样 不那么样 这个 这几个河路 都没给他们搞到事 被他们整到事 哦 不差一样对吧 是吗 试试看 今天这里能不能放过吗 看这个有没有来着 好的河路介绍一下看 哦 你想抓住吗 就是这儿 没有要少了想 就是还要卖水果 你还要卖水果 是还我去开个车去卖水果 我现在整了汗 现在是什么都不好干的 十哈十串啊 这个是 十哈十串 想起我觉得 前头年子 你还给我们一起做了 拍视频的 还拍多少的 哪里有点视频拍的 哪里我去的 不咱的 哪里拍那边视频 这不是你拍的还可以 我们讲慢点 你说河路的话 其实实际上 我妹妹也拍个河路的 你看我给你哥哥两个 坐自媒体 拍视频 卖点水果 其他也没啥子 如果说要还你做的话 就只有要不就说 继续还你拍视频 给他们一起买水果 哦 主要是在外的的话 确实也没得到好的河路 这碗是要的 还是 还是谢谢姐姐了 像流畅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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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都很齐的 我说 刚刚开始跟着我们的时候 确实在农村团下 也没它的娱乐发动的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确实 主要哪里呢 複杂了 那里还小 那里 那是18岁二岁 洗电机球 跟我们两个开始做自媒体 住了半年一跑到外里去 站在外里跑了 不能感觉如何 这五年 感觉 不咋力啊 感觉 没感觉到哈组 所以我觉得也不存在 人生都是有经历 你在五年初期 也算是一个成长 这五年去 生活下在成都 一直在不停的换工作 是吧 也换了不少 也换了也换了也不少 一个行业都没成定下来 那么现在你既然过来住了 姐姐说的 你过来可以 但是不能住机会就不住了 跑了 这个确实是 好嘛 今天你们现在几个都在那里 给你们说哈 好不 反正就是在 过来你们尽量多说知识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从 反正过后面的知识都去学 尽量在那多说知识 这是第一 第二 反正出去我们卖水果 都是给你们关注关注 你们自己借我两把钱存到 然后给你们两个要求 也要多说知识 而多存钱 第三 就是未来 我跟过来两个姐也能够做好酒 这个也不一定 好不 因为这个行业变化快 希望你们能够反正 我们这里住一天 你们就认识 以后不管是自己住 还是属于在那个行业上工作 只要你们学会了 骑在哪儿骑都是可以 我跟你们说的任何 在我们行业真的 如果你们那几个都学会了 随便骑 的话 是你会要一万的底线 一定没了问题 来吧 那天 看里面 好 好 让我们去收拾一下 然后这里就是 把梨子在这里 开始睡梨子 完了之后我们再继续忙着 好 那就加油 反正我们也放全的衣服 你们也看了 反正天天 最近都是 姐姐一个人在上镜 然后你们也看到我在幕后 以后也是一样的 以后都是 小的姐姐他们会 小的姐 然后 哎 我来主要是在幕后 小的妹妹 我来在幕后 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写一下 是吧 好 你们就在幕前住 我在幕后 是吧 小的 看姐姐 小的姐 哎 好了 确定是 大家放摘油杆 好 要得过关 摘油杆 摘油杆 摘油杆